大家好,我是Stan 前几天,刚爆料过韩年死的男朋友是牛郎的前记者YouTuber Kim Jong-ho 昨天又爆料了女星权权权的富二代老公搞外遇 表示不想再当权权的老公而搬了出去 两个人已经分居了6个月 但是权权权因为担心要赔上广告违约记 所以不想要离婚的内容 这个新闻马上就横扫了韩国华语圈的网络事件 不过,这是真的吗? 首先,权权的搜索公司正式声明表示 在卡洛塞多运工所提到的内容都不是事实 也确认到由此延伸出来的恶性谣言 目前正在网络上散播中 对于不实谣言以及新闻会采取强烈的法律措施 而老公却君耀 今天也为了狙击卡洛塞多运务所所提出的那句 不想再当权权的老公 把自己的卡洛塞头像换成了灌篮狗手的经典场面截图 并把经典台词 我想打篮球 换成了 我想做权权的老公 啊,好好笑 很幽默地回应了 我也想做权权的老公 老公好可爱 夫妻很像克克 权权的性格也很好爽 老公也这么愉快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就是因为有违约金的问题 所以才会装的吧 装你个 对于权权的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强音事件的最新后续 上个月被法院判了无期徒刑的强音养母 以及以违反儿童扶植法 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的养父 两个人都向法院交出了上诉状 这个养父 检方一开始提出的是7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但是养父苦诉自己真的不知道养母做的事情 家里还有大女儿需要来照顾 最终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 而这个养母 检方一开始提出的是死刑 不过养母只是承认有持续的殴打承议 但是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暴力会让巧音出事 自己也绝对没有用脚踩过巧音的肚子 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 所以他们现在是觉得 比起他们对巧音做的那些事情 无期徒刑 5年有期徒刑 都太过分了 所以无法接受 上诉真的就直级 你们也想象一下 剩下的妻女儿被跟你们一样的养父母领养的话会怎么样吧 这就证明了反省完都是在瞎拜 没给你死刑就要满足了 还上诉 这就是他们的本性 他们的目标就是 等关系消失的话就偷偷的出来 移民到别的国家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的生活 谢谢你上诉了 死刑的话之后被减刑也就是个无期徒刑 但是无期徒刑的话之后有可能会释放出来 你知道我有多愤怒吗 真的谢谢你上诉了 在养母提交上诉状之后 检方也表示 无法接受一审无期徒刑的判决 提交了上诉状 支持检方 这两个一点都没有反省的人们受洗 不要脸不要到家的无耻们 一定要给他们加重惩罚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妈妈母的真实感 很久之前在影片中也有提到过 妈妈母的四位成员看起来都很高 但是实际上并不高 因为身材比率都不错 所以只是成员们之间在一起的话 是绝对看不出来他们的真相 所以就准备了一下 能感受到妈妈母四位成员们真实身高的照片 妈妈母最高成员是梦变 163.4 而成员们之间都刚好相差一公分 啊超可爱是吧 可可可可爱死了 哇比想象中的还要小 我还以为很高呢 真的是小不点们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